五星级早鸟优惠月票预售这天在台中是29个区公所18个捷运站开卖 关心购票状况台中市长卢秀燕一早前往视察 并表示一个月199吃到饱自由搭乘捷运台铁公车i-bike等大众运输系统 堪称是全国最便宜 请大家把握机会来购买 他需要带哪些东西 一张电子票证 台中市与中章投苗公共运输定期票预购 这天在中市29个区公所18个捷运站开卖 台中市长卢秀燕特地到场关心开卖状况 并且宣传一个月199吃到饱自由搭乘堪称称是全台最便宜 在台中市境内而且是台中市民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享受到199的方案自由搭乘只要199块 任何的大众运输系统包括捷运包括台铁包括公车包括i-bike都可以 自由搭乘公共自行车是前30分钟免费 那电子车原本要收10块那买了定期票之后电子车也是30分钟内免费 那超过30分钟以后就是依照一般的费率来做一个收费 台中市长卢秀燕强调早鸟交通月票只要是台中市境内的台中市民 不管是捷运台铁公车或i-bike通通无限次搭乘 如果天天搭换算下来每天花不到10元 对于通勤的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可以省下不少负担 大概一个月会落在五六百块买的话会变两百块嘛199 所以其实蛮划算蛮优惠的 带着你的身份证跟带你要绑定的卡 那就可以到这些站点里面来进行先绑定 要绑定一张卡让我们认识你是台中市民 然后付钱就可以买这张卡 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 台中市交通局强调早鸟优惠开卖到6月30号为止 之后就会调回299元的方案 民众购买定期票后 30日内务必搭乘完成开卡 才能享受这项优惠方案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导